我们这个行业从传统的眼光来看 杀猪的卖肉的 是个低端产业 这是我学卖猪肉的时候 我师父就给我教 别人要一斤 你下刀就是一斤半 要两斤下刀就是三斤 想多卖多赚钱 事实上这是个短期行为 反倒要多少 你搁多少 人喜欢这一边卖 这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改变 所以后来卖猪肉他谁都卖不过我 过去我卖猪肉刚开始的时候 也怕碰见熟人 看见熟人不好意思 现在很自豪 一年到了高考季 多少人不远几十里 甚至一百里 要跑到我那 要我亲手给他切一刀猪肉 这就是不一样 我们加入来 要把它改变这个行业 你怎么创新卖猪肉这个商银的呢 我是纯粹是瞎摸 瞎哭 我当初看上这个行业 就是这个行业投资小 见效快 当天一卖当天成本就能收回来 我是从大学出来以后干过好多行业 我摸索了十年 但是无论大家将来做哪个行业 静下心的 只有定位好 经过一段时间继续 还是有可能吃点程序的